真的是疑了 看来就是发烧退了之后才能显出来疑 现在是38度4 我决定吃一颗波罗芬 然后一会儿再测一个抗原 因为我本来测抗原的时候是阴性 但是我是蛮好的朋友跟我说 第一天是阴性不代表第二天是阴性 那我睡醒之后睡了一下午 现在变成了38度4 嗓子一开始说话很难受 所以我决定一会儿再测一个抗原 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 一滴 三滴 阴性 目前我还是阴性 那明天当然起来我再测一下 现在是凌晨的 5点40 我不太能呼吸就是 今天第二天 然后刚刚测的体温是 38度3 持续的高烧 一会儿我打算再吃一个波罗芬 今天我的感受会更加明显 就是我这样呼吸啊 就是 我会感觉整个喉咙这儿像那种零下 20度 15度的寒气直接进到嗓子里 然后整个嗓子从这个地方 到这儿 都会有一种生腾感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是早上的起点 吃完波罗芬以后 我不仅没退上我 烧的更厉害 38.7 我觉得我可以一会儿再做一个抗原了 应该大概率 是一样了 看我自己也怎么样 一滴 自己也 突然有一次安慰 因为我还是阴性 应该就不是新冠吧 还是阴性 我本来已经觉得我不是新冠了 因为测了三次了 都是阴性 结果 我朋友阳性了 就跟我一块出去玩的朋友阳性 它已经出现两道杆 我说那我再测一下了 但是我这会儿已经退烧了 今天是第二天的下午 后来 早上测完以后 我睡了一觉 睡完一觉以后 那个体温就下来了 我再测以后就安心了 一滴 死滴 完了 我痒了 真的是痒了 看来就是发烧退了之后 才能显出来痒 经过三次核酸抗原的自测 都是阴性 然后到第二天的下午 又做了一个核酸抗原的自测 就是第四次 痒了 但是呢 我也没有那么恐慌 因为这个毒性已经降低了很多 而且 我现在人已经不难受了 就是呢 我最难受最难受的就是 我今天早上那会儿 还有昨天的时候 都是我非常非常难受的 然后这会儿呢 我整个人的经济神 然后状态都换过来了 然后网上目前所说的 味觉丧失的这种情况 我还没有发生 我的食欲也挺好 网上我吃那个 白酌生菜啊这些 我都是能感受到味道 包括我爱吃的咸菜 挫着羊之后呢 我的体温又回到了38 反正这个发烧啊 就一直在反复 我在看明镇探柯南 然后 裹了一身 累子 对就是 我虽然退烧了 但我 开始发愣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是晚上的5点左右 第二天我又烧到了38度外 我看网上的新冠功率 说是 今天晚上应该是最难受的 所以我一会儿点了挂面 吃完以后打算再早点睡 然后说挺过第三天 第四天就会有一个质的好转 那我希望 这个功率是正确的 我的中医朋友 给我开了中药 因为我嗓子很疼 那给我开这个就是 可以去让嗓子恢复得快一些 第二天的晚上 我已经快烧傻了 刚测体温是 39.4 因为家里没有其他人 我也不敢见我妈 见我弟 那里一个酸奶 冰冰头后现在是39度 39度多 整个喉咙是疼的 然后说话 也使不上劲 然后比江西起是疼的 嗓子也是疼的 我觉得今天是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一天 记录一下 在我高烧39度 刚刚退不下来的时候 我马上求救了我的中医朋友 她让我妈给我炖了那个 姜配上那个葱 煮的汤 冷水煮 然后煮15分钟 然后烫着喝 然后我这会儿已经喝了一碗了 然后我测体温 我的温度已经下来了现在 我整个人有劲了 刚刚就是 蛋都站不住 就是做起来都很难受 这会儿感觉 又有能量了 而且开始全身出汗 可以暂时性的帮我退烧 今天是我的第三天 早上体温终于回到了36度 我头发太油了 所以我戴了个帽子 今天的体温基本上已经没有38度了 然后我今天不打算做抗原 因为我明知道我今天肯定还是阳性 我做抗原没有意义 索性就省一个十几盒 到明天再做抗原 然后我还是有一些低少的 然后嗓子还是疼的 就是一眼口水整个嗓子里面就是疼的 然后刚刚测量的体温 我现在是37度 会持续观测的 今天是第三天的下午 然后今天的体温就是反反复复 一直在37度3到37度8徘徊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是第四天 我整个人觉得好多了 现在除了这个嗓子比较沙哑以外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症状了 体温也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刚刚煮完我的中药 对这就是帮我尽快恢复嗓子 可以帮助新冠快点缓解这个中药 接下来呢我应该是在明天后天做抗原的时候 等着他回归阴性就好了 然后看网上公布的时候 这两天会咳嗽 包括会打喷嚏 有这么说 但目前我还没有很严重的咳嗽 但是咳嗽也是有的 我继续观测着 我再确认一遍我是不是阴性了 今天是我的第四天 但照小时算的话应该是第五天 因为我第一天是晚上 现在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不过这个每次同文还是会想留言的 哇这个每次同文好酸爽 一滴四滴 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移到当了 我现在核酸已经是阴性了 但是呢还会有一些的情况 就是像鼻子会比较难受 嗓子会比较疼 因为嗓子恢复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怎么说呢这几天的时间呢 真的经历了39度 经历了一会烧一会不烧 经历了吃完退烧药 它体温也不降的情况 还是非常折磨的 最后想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呢 跟普通的所谓的感冒流感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 目前呢我看网上写的是有两种病毒 一种是比较轻的 是叫BA5 还有一个是B17 我觉得我得的这应该是B17 是比较严重的 暗随的症状也比较多 那我现在这个就是虽然阴性了 但是我的嗓子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恢复 那等我的嗓子能正常说话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那我这几天 具体我比如说我吃什么药 那遇见什么情况 我是怎么应对的 给大家来一个概括式的总结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 这个视频呢 就是说先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新冠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如果真的遇见这个问题了 也不要慌张 因为第一是你自身的免疫力 第二是你吃药 第三是打过疫苗 各种各样的情况在里面 它都会帮助你去打败这个新冠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因而一 有些人会发烧 有些人不会发烧 所以不要恐慌 还有一个神奇就是多喝水